你不跟你说了吗 我按天数给你结 一文钱都不会少你的 今天肯定走 嗯 赵大人 我怎么觉得有什么问题 这有点不太对劲啊 要出来早出来 夫人知道洪盛客栈 吴家的人都知道 这样吧 我们先回客栈等着 我去问一下 老师 按时啊 您来得正好 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按照安排好的程序 一切都很顺利 本来就要结案了 谁知道王爷突然驾到 他说吴朱氏的案子牵涉甚广 他要亲自重审 王爷为何横插一纲 他意图何在 我也不知道 那现在 是个什么情况 以前的审理都不算数 吴舟氏 又被押回了女监 而且王爷的手下 已经把所有的案卷全部调走 此事还请老实我宣 这个 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 周莹都已经答应 我们不能言而无信啊 不是我们言而无信 刑部的判词都已经写好了 今天只是走过过场 立即就生效了 是周莹得罪了王爷 现在是王爷跟他过不去 这与我们无关呢 要不是因为我们 那周莹怎么会无缘无故 进了刑部大牢 他进刑部大牢 是因为他行为不简 这与我们何干 老师 您请看在机器制补剧 一年能挣八十万两白银的份上 您帮帮周莹 不是我不帮他 王爷现在是如日中天 连咱们大人也要让他起分 我是爱莫能助 那难道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听说王爷走的时候 扔下一句话 说周莹 勾结洋人 欺上瞒下 罪大恶极定有严惩 怎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现在 不光是我不能碰此事 还有你 我也要劝你 别再为吴州市出头了 免得一不小心 沦为通案犯 好在我们抢先一步 和吴州市签了契约 要不然的话 机器织布局 最终会落到谁的手里 那就很难说了 怎么说 老大人 到底出什么事了 赵白是你说话呀 周莹的案子 王爷拿走了 王爷 那 嫂子 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这就难说了 为什么 王爷 似乎对周莹 掩雾入骨 放出话来说要严惩 严惩 怎么个严惩法 我不知道 会有性命之忧吗 我不知道 行了你们也不要太着急了 这件事情或许还有转机 你有办法 你们别忘了 我们沈家跟王爷多少也还算得有点怨远 本来我这次来京城的就是想通过王爷 把周莹救出来 沈兴仪 你根本不了解王爷 在我眼里他们是同一种人 认钱不认人的人 你也不懂朝账 你只要贸然行事 会弄巧成拙 赵白石 是你答应过我会安全救出周莹的 既然现在你无能为力 那就我上了 沈兴仪 现在不是你逞能的时候 我只知道现在周莹还在大牢里关着 生死未卜 我必须要把她救出来 沈兴仪 沈兴仪 如果真像沈少爷说的那样 王爷认钱不认人 我们要救少奶奶还得花多少钱 怎么还得一个机器制补剧 我现在就回京阳 你等到先别着急 我再去求救老师 也许还会有办法 不管用什么办法 不总得花钱吗 我现在就回去筹钱 也好 也好 夫人 你这是干什么 你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如果老师能够想出办法帮我们的话 你嫂子会有希望的 是我 是我 将那些东西 放进草子的书房里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只要我这么做了 你就能官复原职 你知不知道张族的后果是什么 师娘说 嫂子最多就是被神吃一顿 损失点银子 我想着 我想着 这应该没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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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如果我知道 嫂子会被抓起来 我有性命之用 我绝不会干 我已经 你 你 我都 走 站住 白石 是你利用无依 出卖周莹 是 周莹如玉 是你一手安排 这个女人性子太过刚丽 不如此 她不会低头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不实 不 你轻敏 政治 淡泊名利 有国有民 那是因为 你需要这样一个老师 所以 我只让你看到我的这一面 张长青 你现在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 你 你误会把周莹放出来 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你必须说出真相 白石啊 这个世界没有真相 只有利益 你不说我去说 我会让吴依去说 就吴依 和吴周氏的关系 他的证词 谁信呢 张长青 你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张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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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张就在见摇小臣 我对不起 我救不了你 是我害 Season的 我